大家好 继续叮嘱包子迪的亲自领导的外交的走向 来给大家扯吧扯吧 所有人都看到了啊 这个美国的财长老太婆耶伦老师还没离开北京呢 还在机场猴击呢 俄罗斯的外长就过来了 香红的地毯啊 那真是是人比人 是气死个人 那么习包子给这个俄罗斯的外长啊 最高规格的外交领域啊 这还不算啊 红地毯不算啊 仪仗队是不是 从机场一路就开到习包子的办公室 然后习包子第一个亲自领导 亲自接见了俄罗斯的外长 还有两个人笑得跟话似的 你想想这个耶伦老师从广州一路就倒闭倒闭倒闭到北京 然后呢 然后终于见了个李强 然后以为能够见到习近平的 是吧 因为是美国的财长啊 我们说过无数次 耶伦这个人他不仅仅是美国的财长 他以前还是美国的美联储的主席 耶伦和王岐山特别的熟 耶伦对中国经济过去这些年的走向是非常了解的 他是世界深层政府的大管家 那绝对不是一般人 我这么告诉你吧 你如果说一个国家你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你如果想搞经济的话 所以不应该得罪的人就是耶伦 真的这个老太婆你可不要小看他 千万不要小看他 但是习主席不是一般人呢 习主席自己认为自己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总设计师 你耶伦算什么毛呢 所以我们就发现 这个习包子就敢公开的羞辱这个耶伦 说这个本来按照预定的计划 现在广州完了以后到北京见了李强 买了以后再最后就见一个习近平 但是耶伦从广州到北京一直在强调一个事情 你们不能像我们美国输出产能 你们的产能过甚 你们要把国内的事情搞好 你们要提高中国老百姓的工资 细胞子气得要死是不是 老子是需要你一管你算哪根葱啊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大人物吗 细胞子牛逼红红了是不是 最后决定不见 所以我们发现耶伦这样的一个财政部的一个 美国财政部的这么一个部长 公开的向中国喊话 你们不要跟俄罗斯走得太近 不要给俄罗斯提供资金支持 不要这个提供武器支持 你如果是殖民不务继续这样搞的话 美国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们 是不是 你们一切的后果你们自己承担 就在北京把这话说出来了 很多人觉得好像应该也这样说吧 其实你其实不然 你耶伦只是美国的一个财长 财长主要是谈经济 是不是你干嘛要就中俄关系啊 或者中美关系啊 或者是什么 这是外交部人干的事情 这是美国的国务卿干的事情 这是美国的安全顾问 总统安全顾问干的事情 不是你财长干的事情 财长你过来里边要谈经济 谈美元 谈货币 是不是 说明耶伦很生气啊 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大人物 的确是一个大人物 所以当耶伦宣布访问中国的时候 我其实是蛮愤怒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中共是一个什么祸色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大年纪呢 三番五次的跑到中国来呢 你以为你能够说服共产党吗 你太蠢了 太幼稚了 是不是 太疏生气了 共产党习近平会听你的话 结果呢也不听老人全啊 跑到中国来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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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人家最后 习近平根本就不见你 是不是 不仅不见你 在你人还没有离开的时候 就直接就见了这个俄罗斯的外长 哎呦呦呦 那红地毯 那鲜花 那掌声 那美酒 还有姑娘 真是太把俄罗斯人当回事了 所以这个消息看完了以后 我心里是其实是很别扭很别扭的啊 虽然我只要一说美国的问题 我就会骂美国的这种民主党 这帮孙子一个一个的啊 不是个东西啊 但是美国再也不是东西 他也比中国要强呗 我们说过无数次的 美国社会的问题是把人当天使 人就是人嘛 人怎么是天使呢 美国的社会是真是一段糟 但他遭的逻辑 跟中国遭的逻辑他不一样 中国社会是把人当猪狗不如的东西 当韭菜 当畜生 根本就不按理当人看 他是两个方面 知道吧 完全不一样 他的都是错的啊 但是呢 错误的维度不一样 美国的错误很高级 中国的错误很野蛮 很低级 但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也说过美国灾难 就哪怕难成一包屎 他也比中国更像一个人呆的地方 是不是 那你必须要承认那一点 我们不要有说一骂美国 一批评美国的问题 我们就觉得啊 中国蛮好的 中国蛮好的你回去啊 那么脑瓜子有病 是不是 就是缺乏一个批评的视角 导致我们在国际问题上 在公共问题上老是判断错误 所以当我看到细胞子公开的羞辱 我们的才华很异的老太婆耶伦的时候 我真是恶向胆变身 我真的是特别的愤怒 真的 但是呢 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放弃幻想了 你说对不对 所以我这期节目也是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 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你不要以为这些个国际上的大事跟你没关系 关系大发了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走向 一个国家的走向 关系到你个人的饭桌 关系到你的床铺 关系到你的日常生活 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基本上到此时此刻为止 那些还幻想习包子 那改善中美关系 完了以后搞经济的 所有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都是幼稚的 都是太不了解习近平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美国的政客 老是还觉得自己是一人物 老是觉得我是一文明人 老是觉得我 我懂经济学 我懂文明的秩序 我比较高级 我站在云端里面 我对你中国的这么一个史坑国家 我指手画脚你会听的 是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你以为你比人家高级 人家习主席不认 知道吗 人家觉得你他妈的是一个傻叉 人家觉得你是书生气 是吧 像我这种人我从小二十来岁的时候 我就被别人指责是书生气 你知道吗 就是当别人说我是书生气的时候 我自己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自己的反应就是这帮人 他妈的都是一帮野蛮人呢 你面对这种情况的话 今天美国和中国也是一样的 我过去的生活也是一样的 你一定要记住 当你意识到别人在骂你书生气的时候 当你意识到别人觉得你不接地气的时候 其实是说你不够庸俗不够无耻 这个时候你要么你就选择跟他们在一起 降低维度同流合污 就一起加盟起来干坏事 是吧 要么你就是离开他 老子不跟你玩了 我走 现在美国和中国的情况 他就是这样子的 习包子认为美国的那帮人呢 是一帮书生气 是一帮他妈的没什么暖用的东西 是不是 他就欺负你美国 你要在我的面前当教师爷 但是呢 你又要赚我的钱 是不是 我他妈不跟你玩 我就按照我的来 我就跟俄罗斯走得很近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能咬我呀 是吧 你能打我呀 他就这样子的 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习包子 首要的问题不在于习包子 首要的问题在于哪里呢 在于这个美国人 美国人一方面高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力 你脑以为自己通过什么市场经济啊 能够改变细胞子 改变共产党 开你什么玩笑啊 不可能的事情啊 是吧 第一个问题 是美国人的那于基于他们的经济 基于他们的知识的一种傲慢 所以我说过美国有两个党 是吧 最看不起中国人的是民主党 你别以为他们在那里搞的不要不要的啊 他们最看不起的 是真的 所以呢 第二位的问题才是习包子的问题 习包子他就这么一个见识 他从小就没读过什么书 他从小接受的那一套观念 都是毛泽东他们教给他的那种观念 苏联 俄罗斯就是他的老大哥 是吧 就是他的爹 所以你跟他讲道你是没用的 他就觉得俄罗斯是我的亲人 你美国就是我的仇敌 虽然我什么都是靠你美国人给我的 但是你还是我的仇敌 但有时候我们这些人呢 就理解不了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啊 就斗米养养什么 深米养养养什么 我都不记得这些个话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长期帮助一个人的话 这个人最后会成为你的敌人的 他心里会很不舒服 凭什么老子一辈子吃你的喝你的 凭什么我比你敌人一等啊 所以他会恨你 就这个意思啊 中国跟美国就是这样子的 美国就是竭尽全力把中国这个国家给养大了 把中共给养大了 中共反过来就要恨你 恨死你 恨不得明天就把你灭了 而俄罗斯呢 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但是呢 西包子就认为俄罗斯 认为普京是他的爹 是不是 连自己老婆都可以让普京睡 他就这么低 这是一种观念的问题 我跟你讲 我的书里面写了几百万字 其实就讲这些东西 人是一个观念的载体 你一个人的价值观养成以后啊 你是很难改变他的 你通过什么利益 通过什么战争 一切的一切 你把人杀了以后他也改变不了 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人间现象 每个人都是这样 西包子他就这么长起来 他的心智就就那么一个结构 你是改变不了他的 你要么就是把他灭了 要么呢你就别跟他玩 所以我是一直认为的 美国人如果是稍微有点尝试的话 首先就是老川的玩法 首先我通过规则 我提醒你你要守规则 你如果不守规则我就弄死你 是吧 我就让你变穷 我不跟你玩 是吧 我跟你打猫一阵 我让你赚不到我的钱 如果你赚不到钱的时候 你还坚持你的观念 那行那我就跟你脱钩 我就不跟你玩了 是不是就一边两宽 是吧 大楼朝天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不要老以为你能改变他 你改变他是什么呀 是不是 人和人之间 国家和国家国家之间最可怕的陷阱 就是你老想改变别人的内心的想法 我们这些个臭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子的 有些人一把年纪了 一天都把启蒙启蒙挂在嘴巴上面 好像你对一个比你低的人 你随时可以改变他的观念 你开什么玩笑 就是天地之间最大的愚蠢 真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你看到这样的细胞子 公开的什么高调的接下俄罗斯的外长 铺着红地毯 然后呢 当着全世界人的面 羞辱我们的才华很异的老太太 耶伦老师 你就知道啊 中国这个国家呀 那绝对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可能 未来几十年一点希望都没有 道理很简单嘛 凡是跟美国人搞好关系的日子都好过嘛 凡是跟俄罗斯搞好关系的最后都变傻了嘛 是吧 这道理多简单 你说你说你说 你说俄罗斯搞了这么多年 东欧那些国家哪一个国家发财了吧 都跟俄罗斯跑的呀 俄罗斯那么多小加盟加盟的共和国 后来独立的以后有一个发财的嘛 因为跟他们都跟俄罗斯走的太近了呀 最后都都都想明白的人 终于去破到美国的怀抱 想不明白的人继续跟着俄罗斯跑 跟着普京跑 不穷死你才怪的 所以我告诉你啊 未来二三十年中国是一点希望都没的 你就从这次这个中俄和中美之间的外交的游戏 希望是故意羞辱美国人你就看得出来 谢谢